長榮航空機師突破性感染 還傳染給就讀高中的兒子 指揮中心眼裡 若在集中檢疫所的師生 明天做完第二次的PCR採檢都是陰性 那麼全校師生就不用做第二次的快篩 不過這一波疑似Delta危機 指揮中心在上週六 發出了110萬筆的細胞簡訊 給曾經和確診者軌跡重疊的民眾 今天一早9點鐘不到 桃園中立的中正公園篩檢站 就排了100多位的民眾等待PCR採檢 有民眾抱怨說 這個簡訊引起大家的恐慌 而且人數太多 公司還被迫停工一個星期 人潮繞著公園排出長長隊伍 週一一早9點不到 總理中正公園篩檢站 排了100多位民眾等待PCR採檢 全部都是PCR 公司就馬上叫我們停班 就不能上班 叫我們修一個星期 上班前要再做一次 收到簡訊的工作同事 相約來篩檢 直說簡訊引起恐慌 還有公司因為收到簡訊 人數太多被迫停工一個星期 排隊人籠中還有剛解隔離的民眾 被通知也來這裡採檢 動線沒區隔 抱怨連連 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你剛是打電話 叫我們來這裡 然後來到這裡 又要求我們顯示那個簡訊 但是我們就沒有 然後他就說什麼 我們應該要去別的地方 你就收到檢訊的人是有風險 根據市府統計 周末兩天十一個醫院 加上兩個社區裁檢站 總篩檢人數一共1056人 針對細胞檢訊引起恐慌 討論市長鄭文燦再度呼籲 有症狀再來篩以免突增風險 這個預防性的簡訊通知喔 那麼主要是希望民眾做好自我健康的監測 在五個集中檢疫所那麼居隔的機組員 還有同學老師跟家人的部分喔 第二次的PCR採檢會在九月七號來執行 指揮中心五號決議在集中檢疫所失身 如果七號做完第二次PCR結果都是陰性 全校失身也不用做第二次快篩 而常任航空也正進行一千五百人的PCR檢測 防堵病毒再往社區擴散 建築長團報道 對抗新冠病毒 台灣又有好消息 國家衛生研究院最新的研究發現 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瑞德西維 如果搭配健保用藥環包素 除了可以降低病毒量之外 還能夠大幅抑制 會導致器官受損的細胞因子風暴 比起單獨使用瑞德西維 如果這兩種藥可以併用 抑制病毒跟細胞因子風暴的效力 可以從百分之十大幅提升到百分之九十 成為中度或重度染疫者 治療新冠肺炎的新選擇 台灣又找到了治療新冠肺炎的新方法 國務院最新研究發現 如果把新冠用藥瑞德西維 搭配健保幾副藥環包素一起使用 除了可有效抑制病毒量 還能降低細胞因子風暴 就是從台灣的健保藥去找 對COVID-19有一些療效 然後可以跟其他藥物合用的 效果更好的 如果要馬上應用 是可以隨時應用的 本來環包素是用在預防 器官移植的排斥作用 還有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 以及乾癇的用藥 而這次的研究發現 在新冠病毒侵入人體後 會激發細胞防御 但某些患者 細胞因子失控 就會造成免疫反應過度 反過來破壞身體 讓器官損傷或是衰竭 甚至導致死亡 雖說使用瑞德西韋 能阻斷病毒轉入和複製 但卻無法解決 細胞因子風暴的問題 不過在合併使用環包素之後 就能減少細胞激素IL-6 有效降低細胞因子風暴 國務院指令說明 比起單獨使用瑞德西韋 如果兩腰病用 抑制新冠病毒跟細胞激素IL-6 可從百分之五到十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瑞德西韋 因為它的療效有限 然後大概可以縮短療程 它引發的這個人體的反應 細胞的反應是很強的 加上一個抑制 其實可以抑制 細胞風暴的反應的話 兩個效果加強會很好 而這個老藥搭出的新療法 預計用在中度跟重度患者 目前只要經過醫師評估 就有機會進一步用於人體驗證 也將成為染疫者治療的 另一項選擇 這也這麼報道 其他焦點來關心 高雄陸主區昨天晚間大雨磅潑 導致國道1號下坑寒洞積水 深達30公分 當時有一對夫婦開車行進寒洞的時候 誤判了積水深度強行通過 結果車輛進水拋錨動彈不得 所幸兩人從車內下來的時候 遇到前來管制交通的遠景 警方立刻聯絡了拖掉業者 將車子拖出寒洞化解危機 拖掉車準備將白色轎車拖出來 男子站在寒洞外相當擔心 不斷來回張望 因為寒洞積水 他的車泡水拋錨卡在寒洞裡 因誤判積水的形勢造成車輛拋錨 5號晚上7點多 男子和太太兩人開車返回高雄岡山 住家途中 行進國道1號下坑寒洞 當時大雨滂沓 寒洞積水30公分 因為誤判積水深度 男子開車強行通過 沒想到車子因此進水拋錨 聯絡拖掉業者 協助將拋錨車輛拖出寒洞 及時化解危機 夫妻兩人趕緊從車上下來走到寒洞外面 這是恰好遇上前來管制道路的遠景 警方先將夫妻帶回派出所休息 等到當晚9點多 雨勢減緩 積水稍微退去後 再聯絡拖掉業者到場拖掉車輛 所幸兩人只受到驚嚇 沒有受傷 用路人雨天行進積水路段 最好別強行通過 還是繞道而行 才能確保平安 記者高雄總和報導 天氣方面來關心 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肉帶擾洞 已經在今天早上8點增強為熱帶性低氣壓 最快禮拜三就有機會增強為 今年第13號颱風康森 接下來它會先往西北 再往宮古島琉球一帶移動 但是目前路徑都還有變數 以目前的路徑來看 週五 週六這兩天 宜花地區跟北海岸的降雨機率將會增加 映陽高照 高溫難耐 民眾外出各類遮陽小物全出龍 這週各地持續悶熱 掃心 湊老虎發威 但同時 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也有熱帶性低氣壓生成 最快在週三就有機會增強為 今年第13號颱風 康森 離我們比較遠 比較靠近東方的這個熱帶系統 在今天的早上8點 已經增強為熱帶性低氣壓 未來它可能會逐漸沿著高壓的邊緣 往東北方移動 那有機會在禮拜五六左右 來到比較靠近台灣附近的海面 熱帶性低氣壓 持續在海面上吸飽水氣 茁壯成長 美國模式顯示 週五左右來到台灣 東北方海面後 再逐漸北轉離開 但以歐洲細節模式來看 卻有兩種極值 一個是從台灣東南方海面 往東北角方向移動 機率大約有60%到70% 但也有50%到60%的機率 可能從呂宋島進入南海 以這路徑來看 影響台灣陸地機率 約有20%到30% 南海到菲律賓這一帶 都是算是一個低壓區的範圍 那整個海溫的部分 也還是算是足以支持颱風發展 那加上在這一帶 風切條件也比較弱一點 那因為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在禮拜五六 可能在宜花地區 以及北海岸的天氣 會比較不穩定 有一些短暫雨 太平洋高壓強度和南方低壓區 讓可能深沉的颱風 路徑變數還很大 但就怕秋台來襲 民眾防台還是不能輕忽 解釋水靈心跳島 在陸中,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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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能力 每個地方都不穩定 於兵馬派 在陸中,尺寶